在市政府公务处长陈耀川、银建署以及南农路当地御人、里长、蓝正信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步行南农路即将进行第一阶段整体改造工程的地点 由于南农路是基隆通往台北的重要道路 为了让整体路况对行人更友善、对大小车辆更安全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特地向中央争取到3094万多元 以及向市政府争取到589万多总共将近3700万元 针对南农路393巷到南新街口这一段全长400公尺 进行第一阶段整体改造工程包括电感地下化、重新铺设人行道 以及路口改善、设置庇护空间和拆除天桥等等 预定明年2月可以正式动工 公期预估将近一年左右 那你看我们双侧其实人行的空间非常的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是触目惊心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大力的积极的争取 那也获得上一届市府林佑昌政府的同意 那这一届也谢谢我们新任的公务处长 也特别认可我们这个计划 那营建署有已经核定的第一阶段 我们大概会分三阶段 来分三年把南农路整体来做完 那我们第一阶段就是以南农国小为核心 下来做一个双侧 包括这边从南农国小下来这边到南农国小 那一侧到那个隧道前 第一阶段会把我们南农路双向的人行空间设计出来 做出来 那我们这样子会让我们的这个南农路的民众 有一个安全回家的道路 那我们同步也会争取台电的电感地下化 那天桥的差与否 我想就让市政府来做一个最后的评估 那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这个 现在最重要的人本城市的人行空间做出来以后 我们再来做逐步的调整 感谢议长 极力争取南农路这一段 我们配合去改善双边的人行道工程 跟电线电缆地下化 才不至于说让行人有行的安全 南农路全长大约两公里 议长同志委进一步表示 南农路整体改造工程将分为三年 第二阶段改造工程则将从南农路393巷 经过基隆隧道到目前环保局清洁班队之间 第三阶段则是从南新街口到爱山路口 那未来第二个阶段 我们也会把隧道到那个无能辽 那边也把它那个空间做出来 那隧道我待会也会带处长去看 因为那个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就会从往市区的方向走 因为往市区的方向大家知道说那边 有比较多的店家到时候会经过很多 民政里长系统的沟通 那我想那就放在最后一年 那我们希望在我议长任内 可以把南农路整条路段的人形空间全部做出来 不过建设前总是有一段工程黑暗期 议长同志委和里长蓝正信都表示 会和当地住户特别是和商店店家好好沟通 一起配合让改造工程如期如值早日完成 整体环境改善后 对大家的生活以及做生意都会更好 那要拜托里长来多跟我们的居民里面沟通 但是它这个设计完成之后 会让不管是我们的居住生活环境 然后还有店家的营业环境都可以更好 因为前面会有一个非常舒适安全的一个人形空间 那未来我们也会等到完成之后 我们也会再跟交通处来讨论停车阁的设计问题 那现在我们双向对接的这个斑马线 也会把它做得更安全 让我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可以整体来说的发展都可以更好 我想未来南农路也是一个非常可以指日可待的一条道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多包含在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困难这样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